为在寿丰乡的花莲县考古博物馆适逢开馆三周年 每年8月份会举办考古嘉年华 今年是以来去考古谁菜奇亚为主题 周末两天是免费邀请民众入馆 回溯丰田菜市场的历史声势 在馆内外还带来早期菜市场的古早味 为在花莲县寿丰乡的花莲县考古博物馆 今年适逢开馆三周年 每年8月固定举办的考古嘉年华第三届 周末两天也来去考古馆西菜奇亚为主题 以免费入场方式 邀请民众一同回溯馆社前身 丰田菜市场的历史 我们考古博物馆其实是由丰田市场改建的 那我们就是去用这样子的菜市场的概念 然后我们就邀请我们的那个花莲地区的那种 手做的创意工作者来我们考古博物馆摆摊 然后总共有26个摊位 然后分布在我们的一二楼的那个展场 我们这两天其实是免费入馆的 那我们的目标其实是希望说我们的 我们去连接我们社区的这些住家 还有就是花莲地区的一些居民这样子 那可以就像逛庙会一样这样子 那这样都可以认识我们这边的那个土地 还有一些社区的风貌 考古馆地址为受风箱市场一号 全身为民国73年新建的工友菜市场 几经活化成为国内首建就有空间转型为博物馆的先例 结合市集餐测以及DIY体验等活动和演出 这次考古嘉宁华以强化社区链接建立社群共感为目标 除了重现早年丰田菜市场热闹景象 也期盼让考古馆更深更在丰田社区和民众的心理 记者蒋方燕手风箱报导 记者蒋方燕手风箱报导